曼谷大皇宫,又称大皇宫,是泰国、仙罗、王室的皇宫。 锦临梅南河,是曼谷中心内一处大规模古建筑群,继28座,总面积218400平方米。 大皇宫始建于1782年,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缮扩建,中建成这规模宏大的大皇宫建筑群,仍金碧辉煌。 大皇宫是仿照顾都大成的旧皇宫建造的,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皇宫之一,是历代皇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皇宫。 万古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均居于大皇宫宫内。 大皇宫汇聚了泰国的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 其风格具有鲜明的鲜罗建筑艺术特点,故身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泰国艺术大权。 1946年拉玛八世在宫中被自治后,拉玛九世便搬至大皇宫东面新建的吉拉达宫居住。 大皇宫除了用于举行加冕典礼、宫廷庆祝等仪式和活动外,平时对外开放,成为泰国著名的游览场所。 1992年,泰国政府出自在中国洛阳白马寺建造泰国佛殿院,浓缩了以曼谷大皇宫为代表的的泰式建筑精华。 游览大皇宫建筑群及玉佛寺时,沉浸在泰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中。 大皇宫建于1782年拉玛仪式登基之后,是国王的居所和行政中心。 高高怂起的塔尖、墙壁,在阳光的照耀下,玲珑剔透,金玉璀璨,十分奢华,是大皇宫里最吸睛的风景。 七分庄严的玉佛寺锦陵大皇宫,其中供奉的玉佛以整块翡翠雕成,金玉相配,是全泰国人民最崇敬的佛像之一。 玉佛寺,The Chapel Royal of the Emerald Buddha,建筑群。 大雄宝殿拉玛仪式时期所建。 殿顶有三层虫岩,最上面有龙首、龙铃、凤尾等装修,风延刻着纳罗延奇金赤鸟造像,大殿四周围绕着上盖琉璃瓦的走廊。 大殿门拱和窗拱,都属于方形尖顶式,贴上金箔和彩色锅里,每一扇殿门和垫窗均由拉玛仪式时代的工匠采用镶嵌背壳的工艺制成。 大殿内的四边均画有壁画,前面是佛陀城道前遭受群魔骚扰图。 后面是三界画图,这些壁画都是拉玛仪式时期完成的。 两侧的壁画内容包括佛陀诞生、成道和涅槃等世纪,还有国王寻守图。 1946年普密鹏阿渡德,拉玛九世,继位,1951年亲政。 普密鹏国王在国内外享有声望。 2016年10月13日,普密鹏国王去世。 同年11月29日,泰国王处罢吉拉龙公继承王位,称拉玛十世。 中文字幕录制作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